王品集團旗下的餐廳接連出包了 傳出疑似食物中毒 結果衛生局去機查發現 這個廚房真的是髒亂不堪 但是集團發聲明 他說可能是大樓的水塔跟管線有問題 真的是這樣嗎 楓哥 這攸關到食安問題 好 我們再過去來講的話 你聽到王品 你會感覺到是怎麼樣 尊榮的享受 隨時都給你90度的鞠躬 只要你在客宿上面講一個東西 打一個心得比較低的 馬上就打電話來關係 然後一直要來送禮物 結果沒想到竟然接連了兩個大的品牌 他們在西門町同一棟大樓裡面 竟然發生了疑似食物中毒 這兩個品牌 其實都是他們最近主力在狂打的 一個是粗瓦 一個是響辣 然後在西門町就發現說 很多人回去吃了東西之後 發現什麼肚子痛 然後就有跟店家反映 店家反映的時候 他們有打電話回去 結果只說什麼 我們在換菜單 結果等到新聞出來 大家才發現 你這個就是疑似食物中毒 那你當初怎麼不跟我講 因為如果你跟我講的話 我就會趕快去做健康檢查 趕快去醫院 開醫生 對 然後很多人就在抱怨 就刷了一新的負品 因為他們說他們去吃這個 第一個排了很久 所以很多都是全家大小 甚至是帶了小小孩 帶了爸媽帶了小孩去 對 你帶了小小孩去 然後你根本就是不到這個狀況 他就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也發了重訊 然後重訊的話 是推給大樓的水塔 就說大樓的水塔 然後他們要重新去看這個水塔 然後還有這個管線 可是大家在做過餐飲業的都知道 你就算大樓的水塔 你這水下來 你一定會 還有一些過濾 逆滲透 你不可能直接這樣子用吧 所以現在來講這麼多人 然後總共兩家店合起來 56例疑似食物中毒的通報 現在來說的話 大家就要想說到底問題出現在哪裡 因為保齡的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都很害怕 對 這個食材的問題不能夠 來輕忽好 那重點來了 很多人都覺得說 第一個網品是大牌子 第二個它是上市上櫃 第三個它應該對自己的食材 對自己的東西都有很大的一個保握力 可是台北市衛生局去了之後 它公布了照片給大家看 這是它的廚房 所以我不敢相信 對 其實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就是網品 你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 你的廚房是這個樣子 這兩間餐點尤其難訂 訂完了之後 你還要在現場後衛等一下下 再進去 然後享受他們的餐點 結果沒想到廚房長這個樣子 對 然後衛生局 好好地把它查下去以後發現說 第一個 廚房的環境不乾淨 然後食材沒有標示分裝日期 因為餐廳是這樣 你這張廚房出來之後 你要把它分裝 分裝的話你就要標示日期 不然大家弄在一起之後 我怎麼知道哪一批是新的 然後哪一批是舊的 哪一批是要報廢的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非常嚴重 再來冰箱的食材也沒有標示日期 部分的食材 也沒有來源 沒有來源 然後是在廚房內找到私人物品 這個是大忌 這一團亂 對 這一團亂 因為這個是大忌 你進到廚房裡面的話 你所有東西都要分別類 然後你不可以有私人的物品 因為我們不會去懷疑說 這個會不會有狀況 可是如果就像保齡的狀況 一出現的時候 這個責任就很難揮了 所以這個儀式中毒出來之後 刷了很多的附品 好 初華這個新門町 其實當初來說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們找了誰 初華找了這個韓國的五星大廚 那五星大廚他們重點是什麼 你看的這個東西 你不是以為它是豆皮吧 其實它是整顆的一個什麼 泡菜 燉煮之後呢 看這個畫面 燉煮之後呢 把你剪… 為什麼要有這個畫面 因為很多的朋友 你看 就是這個畫面 一整顆喔 對 燉煮完之後呢 然後起來幫你剪下去 很多的朋友看了韓劇 韓劇的這個手耳 大家都是夾這 就是要這樣子 對 然後大家講說 這個要飛劇手耳要衝去 然後甚至很多人去買這個紅眼斑筋 是為了吃這個整顆燉煮的泡菜 然後他們當初來講話 引進就說不用擔心 2020年來 開始就開始 叉叉叉叉吃下去 不用出國 吃下去之後你不用出國 然後你這個非常時尚 甚至他們還有那種加上調酒 所以他們只要一開就紅 甚至在台中 去年7月的時候 在台中開了一個旗艦店 第一個月營收破千萬 破千萬是什麼概念 所以其實一路紅到現在 那現在來講 好像是因為 它的這個水的問題 還是有其他我們不到的問題 現在來講要暫停營業 要查清楚 那暫停營業的話 其實這個損失是非常大的 好 再來 響辣是第一個 麻辣鍋吃到飽的品牌 然後它也是有這麼 很多新興的一個調酒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它已經不是說 我只是要去吃東西 然後我要便宜 然後我要吃得飽 它還加上調酒 為什麼 因為調酒是 酒水錢是最好賺的 對 所以你看 賺這麼飽的情況之下 它的財報公佈了 王品集團去年營收是 223億元 創了三年的新高 然後現金鼓勵 14.94元 這代表什麼意思 它去年 可以賺到一個股本 人家講說一母一子 你要做餐廳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它竟然可以賺到這麼高的 然後發放這麼高的現金鼓勵 嘉芬你知道嗎 它的配息率高達多少 多少 89% 它等於說它賺的 全部都配給股東 所以它的股價當然就會往上 好 現在來了 大家就想說 這個東西對它來講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對啊 會受傷 其實一定會受傷 因為他們當初要走資本市場的時候 什麼叫資本市場 就是我要上市上櫃 上市上櫃的話 其實很多輔導的券商 還有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都會告訴你說 你要多一點品牌 所以有王品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下木 你還有各式各樣 我們這樣的義騎 這些討版物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你有很多的品牌 然後你就有不同的定位 不同的客群 你的營收就會衝得非常的高 然後衝非常高之後 你的股價又會變得很好 所以其實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什麼 都是為了資本市場 都是為了股價 結果你現在這兩個賺錢的經濟一幕 給我搞這一招 所以對他們講真的是非常的傷 好 為了他們在資本市場裡面 可以衝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王品過去來講 它的APP推出來 累積突破了376萬人 它可以說是所有產品裡面 APP做得最好的 為什麼 你想想看 你什麼時候會用到他們的APP 其實一般來講是用超商 為什麼 你在便宜的時候 你要去買它很多的咖啡 然後你要每天去換一杯 你才會拿出來用 可是你會每天去吃餐廳嗎 比較不會 比較難 可是它因為它用了很多什麼 不同的品牌 你可以每天吃的 不一樣 對 你可以每天吃的 你可以帶小朋友去聚餐吃 你可以跟你的閨蜜 去喝點小酒的 你就把它弄在一起 而且我覺得它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 是說 一點就是一塊 是 你去消費 然後譬如說你消費一千塊 然後它折給你三十點 那三十點就是 等同現金 等同現金 因為我們其實也說 小資主我們也想要省點錢 可是太多人弄得很複雜了 很多人是十點算一塊 一百點算一塊 那你是給我一萬點 你十點算一塊 除下來沒多少 對 除下來沒多少 可是因為它這個樣子 所以它很多很多的人 就會去吃它的東西 為了推它的網品APP 你知道嗎 我們曾經是吃它的鐵板燒 它只要加入APP 然後按個讚送什麼 送半隻龍蝦 所以其實它是雜凍本下去 然後把骨架也沖了起來 甚至它的子公司 也是有用一個中央廚房 但是弄了這麼多 其實抵不過一場疑似食物中毒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有56例的一個通報 這個東西一風暴還會持續下去 因為要搞清楚 到底是水 還是你其他食材 還是你的工作人員 這沒搞清楚之前 我覺得台北市衛生局 不會讓它繼續營業 沒有錯 要吃也是要談 但是民眾 老百姓的胃 肚子的食安問題 還是要顧得好 但講到火鍋 竹間這個也不能放過 這已經好多人排隊 要吃的火鍋店 對 好 我們過去來講的話 第一時間吃到竹間的時候 其實是他找了一個 綜藝大哥來代言 然後非常的芳妮 非常的有趣 可是大家去吃以後發現 第一個它CP值很高 然後沒有多久就發現說 它的斬電速度 以前它一開始從基隆 然後從台北 在北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特地去一個地方吃 可是它最後來講的話 它上新櫃以後 每個月成立一個新品牌 所以你要去吃這個東西 你才發現說 怎麼 第一個 它也是跟網品一樣 為什麼 它也要走資本市場 所以它要很多很多的 一個新品牌 現在來講的話 到年底會有14個品牌 然後營收也要 不停的不停的 步步往上拉高 因為還是講到重點 你想想看 你一個鍋要賺多少錢 要做多少事情 但是你股價只要拉一根 那就整個起來了 那逐漸它第一個 它從火鍋出來之後 然後發展其他的品牌 我們台灣人永遠不會失敗的 兩個東西 第一個火鍋它已經做 第二個烤肉 你不覺得我們只要 很愛吃烤肉 各式各樣的 迎新送舊跟同事跟閨蜜都有烤肉 所以同盤烤肉 豆腐鍋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 湯湯水水 喝點小酒 所以它也把這個地方給跨進去 但是它最神奇的件事情是說 你看竹間 其實它是不是有點像竹地 日本竹地 然後它又是做火鍋 它現在來講的話 它也是怎麼樣 要進軍日本市場 所以它在日本市場 然後在銅鑼灣市場來講的話 它也開了跟海鮮類有關係的 這個竹間的酸菜魚 等於說它用這些方法 然後再反攻這些 反攻到香港 反攻到日本 然後到這些地方之後 第一個它可以分送風險 對它這些資本市場來講的話 你不會只有在台灣 你還在海外 所以對你的股價也是會有幫助的 好 你看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竹間幸福國務占營收的七成 然後在台展店計畫目標是 200千 所以其實他們就是要把這個量 慢慢慢慢的做大 那做大之後 其實它現在來講的話 它的股價大概是一字頭 而網品的股價是在二字頭 所以竹間就跟著網品 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 所以它現在來講的話 過去你知道嗎 你去竹間你換東西的話 非常的特別紙本 你看網品它那個APP 它為了推這個APP 它是砸重金在送東西 那現在來講的話 竹間以前沒有這些東西 那現在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 你做到200間 難道你還要每個客人 自己拿一個收藏紙本嗎 下次來還要帶那張紙來 對啊 媽媽我說 媽媽 我們要換個東西 結果紙本不見了 對啊 那你想想看 跟店員在那邊揮的時候 大概多少 所以它也是要整個 把這個東西給引進之後 其實它會有很多 分眾的一個消費方式 那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有機會 他們還要做到電商 那這兩個東西給弄起來之後 你有APP 你有電商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降低 很多人力的成本 然後人力的成本降低了 你的毛利率就會變高 毛利率會變高 你的EPS就會變高 你的EPS變高 你可以配給股東的現金 又會更多 如果這樣子下來之後 其實在我們的餐飲的這些 上市上會公司來講的話 未來還是有非常好的期待